全世界最大的骗局就是猛牛 因为他根本不养一头牛 他赚钱的模式连马云都甘败下风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全中国最大的牛奶企业 自己居然不养一头牛 只用四年的时间把公司干上市 八年的时间成为行业第一 那么猛牛到底凭什么这么牛呢 1999年 在伊利打拼了16年的牛根生 被高管们扫地出门 创始人郑俊怀当时心里想 终于把这一头倔牛赶走了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赶却赶出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离开伊利后 牛根生转身就创办了猛牛 仅仅用了八年的时间 就成功超越伊利成为行业第一 牛根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一般人创业首先建厂养牛 然后生产产品 最后再找市场 但是牛根生却反其道而行 他不建厂不养牛 他的策略很简单 就是先打市场再找产品 牛根生直接把家底三百万砸向了市场 在内蒙各地疯狂打广告 广告语写着 向伊利学习 争取成为内蒙古的第二乳液品牌 这招看似向伊利致敬 但实际上就是蹭伊利的热度 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广告 让猛牛的知名度迅速提升 有了市场的知名度以后 牛根生紧接着又跑到中科院 和中国农业大学新区合作 美其名曰是研发牛奶 实际上是借助这个噱头 让猛牛有强大的背书 这时再去招商 简直是如鱼得水 其次市场布局好了 那产品从哪里来呢 这就说到牛根生的聪明之处了 他先是在当地 找那些养牛的养殖户合作 跟他们承诺 今后你们产出的牛奶 我猛牛包销 达成合作之后 猛牛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奶源 接下来就是工厂 牛根生专门找那些 已经成熟的乳制品厂 跟他们谈合作 以品牌和订单入股 借机下蛋生产猛牛产品 这样一来产品的问题就解决了 最后就是物流配送的问题了 牛根生心里想 如果自己雇人 雇车队成本太高了 于是他直接找货车司机合作 如果你刚好有车来帮我们做配送 我保证你每天都有稳定的订单 而且拿到的分成也比你现在高 于是猛牛轻轻松松 签了上百个货车司机 看完牛根生的一系列操作 你会发现 从奶源到工厂 再到物流配送 猛牛一分钱都没有花 就整合了所有需要的资源 这种商业模式 就是被阿里和腾讯共同称之为 未来十年的黄金风口的S2 B2C模式 通过整合和负能同行来赚钱 而且这一套商业模式 不管你是做任何行业 你都可以完全复制 就比如说我一个学员 在东莞开酒店的 用了这套S2 B2C模式之后 一年的时间躺赚一个亿 具体怎么做的呢 首先老板专门雇一些业务员 去全国各地找那些生意不好的同行 就跟他们说 你们酒店现在的入住率 根本没发挥出来 如果你想把酒店的生意做得更好 你不如跟我合作 我免费给你流量 我帮你改造升级 培训员工 改进流程等等 让你实现标准化管理 而且你不懂做线上没关系 我们跟携程美团都有合作 我们可以帮你做线上的引流 最重要的是 我不收你任何费用 只要你后续增长部分 奔我们一半就可以了 那些酒店老板一听 等于不用投资 就可以提升入住率 提升利润 那肯定愿意合作啊 搭成合作以后 老板就把所有酒店的招牌 装修服务都统一了 把这些酒店都变成自家的酒店 所以这个老板并不是靠自家的酒店赚钱 而是通过负能和服务同行 让同行来帮他赚钱 这就是S2 B2C模式 而且中国现在很多企业 基本上都是这种玩法 比如说美团 白果园 华莱士 美宜家等等 都是采用这一套商业模式 不断的做大做强的 如果你也想设计你的商业模式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做 你可以来找我 谢谢大家